意大利奢侈品牌杜嘉巴马究竟多少明星欢迎?连十岁的森蝶也都在穿。 近日以来,米兰时装周可以说是备受全球瞩目。 这部,奢侈品牌杜嘉巴马亚太区的两位品牌大使王俊凯,迪丽热巴已先后启程前去观秀了。 作为该品牌官宣的女性品牌大使,迪丽热巴穿起杜嘉巴马的各款礼群皆十分出现魅力。 当然,这也可能跟颜值有关。 而我们的小凯宝宝则是杜嘉巴马官宣的男性品牌大使,一身玫瑰印花与蜜蜂刺绣西装,将王俊凯的儒雅与气度完美呈现。 要知道,除了这两位品牌大使王俊凯,国内还有不少明星也是杜嘉巴马的珍爱粉呢? 美人与林允一袭玫瑰印花连身裙,更衬甜美阳光。 红雷时尚小花的宋祖儿,伸着红色花朵泡泡袖上衣搭配刺绣半裙,脚踩爱心拼是小白鞋,看起来既活泼又俏丽。 被誉为时尚教科书的齐威,身穿一几度加班那印花连衣裙,虽说像洗了奶奶家的花床单,但平级好身材绝对hold住了这条裙子。 香港女神级演员蛇试曼,穿一条充满生机的花卉蝴蝶裙出席活动,仿佛让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。 十岁的森蝶小公主甜语成甜美演艺度加班那的童装印花连衣裙,别有一番小优雅在哦。 除了绚丽多姿的印花群是杜加班那的标志外,瞧瞧唐一新,胜一轮所穿的脸帽卫衣和棒球加克是不是很挺青春范儿的呢? 你只注意到黄小明手前叫千万爱有加,而我看到的却是一身杜加班那经典眼眉礼服,更衬小明哥的英挺儒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